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脑内画家色彩如何影响我们的感知与情绪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脑内画家 色彩如何影响我们的感知与情绪 想象一下您的大脑就像是一位艺术家 随时准备用色彩来撩绘您的情感和感知 这位艺术家不仅擅长画画 还能影响您的心情 甚至决定您今天要不要喝咖啡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颜色的心理学 研究显示颜色能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 例如红色通常与激情和能量相关联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餐厅会使用红色来刺激食欲 想象一下 如果您在一家餐厅里看到的是一片冷冰冰的蓝色 您可能会想 这里的食物是冰冻的吗? 而不是我好想吃啊? 再来 让我们谈谈蓝色 蓝色通常被认为是冷静和放松的颜色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医院的墙壁都是蓝色的 困在一个无聊的白色盒子里 不过 颜色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情绪 还能影响我们的行为 研究发现 穿着红色的人在运动比赛中表现得更好 这可能是因为红色给人一种力量和自信的感觉 想象一下 如果运动员穿着粉红色的运动服 可能会让对手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样一来 胜利的机会就大大降低了 最后 我想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艺术家 他决定用颜色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的画作中充满了鲜艳的色彩 然而当他心情低落时 他的画作却变得灰暗 某天他的朋友们看到他的画作后 决定给他一个惊喜 将他的画作重新上色 让他们变得明亮起来 这位艺术家看到自己的作品后 心情瞬间好转 于是他开始创作出更多充满活力的作品 并且发现颜色不仅能影响他的画作 还能影响他的生活 所以各位同学 下次当你们感到情绪低落时 不妨施主用一些明亮的颜色 来装饰自己的空间 或是穿上你最喜欢的颜色 让你的脑内画家 为你创造一幅美丽的心情画作 记住生活就像一幅画 色彩的选择在你手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脑内运动员 思维与行为的完美协调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脑内运动员 思维与行为的完美协调 听起来像是某种心情的运动员 对吧 其实这个概念不仅仅是关于体育 而是关乎我们如何在生活中 运用思维来驱动行为达成目标 首先让我们想象一下 脑内运动员就像是一位优雅的芭蕾舞者 舞台上每一个动作都需要精确的计算 和完美的协调 这位运动员的脑海中充满了策略计划 和及时反应的能力 举个例子 想象一位篮球运动员 他在比赛中不仅要注意对手的动作 还要随时调整自己的策略 这就像是在脑海中 进行一场高强度的思维运动 有趣的是 这种思维与行为的协调 不仅限于运动场上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脑内运动员 比如说 当你在考试前夜熬夜复习 脑内运动员就会告诉你 别再看那个无聊的公式了 快去睡觉 明天才能发挥最佳状态 这种内心的对话 正是思维与行为协调的体现 再来让我们看待一些有趣的研究 科学家发现 运动不仅能增强身体的健康 还能促进大脑的功能 当你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时 其实你的脑内运动员 正在为你加油打气 释放出一种叫做内非态的化学物质 让你感觉良好 甚至有点像是运动后的快乐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人会在运动后感到心情愉快 因为他们的脑内运动员 正在举行一场庆祝派对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小故事 曾经有一位著名的运动员 他在比赛前总是会进行理想 让自己的思维与身体达到最佳的协调状态 一次他在比赛中失误了 心中充满了懊恼 这时他告诉自己别担心 脑内运动员 这只是一次小失误 让我们重新来过 结果他不仅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逆转胜利 还成为了运动界的传奇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 无论是在运动场上 还是在生活中 记得培养你们的脑内运动员 让思维与行为达到完美的协调 毕竟生活就像一场比赛 只有当你学会了如何在脑海中运动 才能在现实中赢得胜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脑内科学家 解剖梦境的奥秘与意义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神秘 而又迷人的领域梦境的奥秘 想象一下当你在梦中飞翔 或者与外星人共舞 这些奇妙的经历 其实都是脑内科学家们研究的对象 让我们一起揭开梦境的面纱 看看这些脑内科学家 是如何解剖梦境的奥秘与意义的 首先梦境是什么 简单来说梦境是我们在睡眠中 特别是在快速演动REM睡眠阶段 这时候我们的脑波活跃 堂佛在举办一场脑内派对 所有的记忆 情感和想象力 都在这里碰撞 交融脑内科学家们发现 梦境不仅仅是随机的影像和情节 它们可能反映了我们的潜意识 情感状态 甚至是未来的预测 有趣的是梦境的内容往往是 我们日常生活的延伸 比如说如果你最近在为一个重要的报告而焦虑 梦中可能会出现你在台上发表演讲 却发现自己穿着睡衣 这种情况不仅让人哭笑不得 还反映了我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脑内科学家们称这种现象为梦的反应理论 也就是说梦境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 再来让我们谈谈梦的意义 许多文化中梦被视为预兆或启示 古埃及人甚至会专门听起梦境 解读者来分析梦的内容 现代的脑内科学家则认为 梦境可能有助于我们的情感处理和记忆整合 研究显示经历过情感创伤的人 梦中可能会重复出现与创伤相关的情节 这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疗愈过程 不过梦境的解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就像一个脑内科学家曾经说过的 解读梦境就像解读一首诗 可能有千种解释 但最终只有你自己知道那首诗的真正意义 知道那首诗的真正意义 不妨提下来思考一下这只猫咪可能在告诉你什么 最后让我们来个小小的幽默结尾 你知道为什么脑内科学家不喜欢做梦吗 因为他们总是醒来后发现 梦中的理论根本无法在现实中实现 所以无论你梦见什么 记得保持幽默感 因为梦境的奥秘正是生活中最奇妙的部分之一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对梦境有更深的理解 也许下次你在做梦时能够成为自己梦境的解读者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了三个有趣的主题 色彩如何影响我们的感知与情绪 思维与行为的完美协调 以及梦境的奥秘与意义 每一个主题都像是一幅美丽的画作 各自展现出独特的风格与深刻的意义 首先透过色彩的心理学 我们了解到颜色不仅是视觉的享受 更是情感的催化剂 色彩能激发我们的食欲 平静我们的心情 甚至影响我们的行为表现 接下来我们的脑内运动员教会我们 如何在生活中运用思维来驱动行为 让我们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更为顺利 而最后脑内科学家则带我们探索梦境的奥秘 揭示了梦境如何反映我们的内心世界 并协助我们理解自我 在这些深入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色彩 思维 还是梦境 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它们不仅影响住我们的情感与行为 还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可能性 多用轻松幽默的语气 提醒大家 生活就像一场色彩 缤纷的比赛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脑内 艺术家的画布 运动员的赛场 以及科学家的实验室 别忘了在生活中加入你最喜欢的颜色 运动的热情 以及对梦境的好奇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我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色彩 思维和梦境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或者你们是否有过特别的梦境体验 想和我们分享的呢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 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了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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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